老舅口碑真的有那么差吗 被质疑玩不起为何还要录制五哈 那他还图什么呢 可老舅不会像00后整顿职场 作为五哈常驻嘉宾 几乎不会缺席五哈 从被称为名一样的男人 换来的却是抱贬不一的口碑 听了老舅妻子一段话 竟倒出他上门女婿般的生活 看到老舅落泪的场面 这才看懂老舅宁愿被骂 也要坚持录五哈的真实原因 五哈对于老舅来说 才是唯一让他放松的节目 他也因为五哈变成一个男孩 也能为妻子做一个好丈夫 不管观众心中是什么样 他都是那个甘愿自己背锅 也不会牵连他人的人 邓超夸老舅是个努力的人 连超哥想不到的是 老舅这个迷一样的男人 做事情有多么谨慎 老舅在五哈中给人更多的是 卑微感和讨好行为 老窝的泼水环节 老舅给人第一感觉就是老赖一个 看到陈鹤当裁判 老舅忍不住想他泼水 面对范志义的攻击 老舅在水里滚了一圈 看老舅满脸不屑的表情 就明白老舅有多努力造梗 可惜范将军一向公正 老舅也没说什么 正所谓先成家后离业 在老舅看来 事业和爱情必须要选择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妻子 即便是当时老舅正处于巅峰时期 说好的一起闯出说唱圈 老舅的离开对朋友来说 未免有些太寒心了 这样暗示着老舅的结局 要跟说唱说拜拜了 因为老舅妻子刚生完小孩 身体一直不好 被老舅丈母娘接回成都养病 随着他心里有所不安 当时说唱也挣不到什么钱 再这么晚下去 只怕会妻离子散 所以老舅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对于观众来说 谁又没有和他一样的选择呢 在选择面前当支配者 观众比谁都清楚 老舅跟莲花告别后 胡适一人来到四川 没有东北说唱王的加持 老舅常年住在丈母娘家 或者倒叉们女婿般的生活 东北说唱王也不够存在 老舅因为家里小 白天经常在客厅看孩子 晚上就一个人写歌玩音乐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兴起 他也在各大平台上注册了账号 无论是发不新歌还是进行直播 他总是充满活力 对于打赏的好心 他总是抱全感谢 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歌 他的态度虽然卑微讨好 一不错不不错 在此后的许多节目中 他都在孩子阶段就被淘汰 看着后备们一个个成为明星 赚得盆满活满 他却依然一瓶如洗 回到东北过宁时 买完机票后 他身上只剩下200元 儿子想在机场吃一碗58元的拉面 他虽然心疼 却还是咬牙买了下来 当儿子觉得拉面不好吃 只吃了两口时 他忍不住对儿子发火 当骂完之后 他转过脸去 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他太需要资源了 随着野狼迪斯扣火爆 资源相对多了一些 只要有演出邀请 他就慢意唱出 哭了也要唱 了解到这些背后的故事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 他的卑微和讨好背后的原因 他的每一次低头 每一次讨好 都是为了生活和家庭 即使被观众质疑和猜解 老舅也不会放弃任何机会